哈喽大家好我是波尔文 女儿放寒假了带着她来市场喝茶 她跟我说要喝白茶 所以到朋友店里来喝泰姆山白茶 这里就是朋友的店 还没开始喝吧 还没有就等你 行 现在喝的是哪一款啊 这一款纯金山 它原料是2011年的白姆干 散茶 对对对 我们基本以大部分都是等级高一点的话都是以散茶为主的 像白姆银针就会 就是也是散茶 这一款是我们的标杆产品从13年延续至今的 就是 就产品名称就进步了 然后这一面墙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特制的产品 就可能在市面上会少看到的 然后它也不是延续性的那种 这样66都是周年性的 其实也是周年性 像你们这里最老的白茶是哪个 最老的话就 这一款 这一款 要三年的 要三年的一个送的银 那如果说你要更老的话那可能就是纯金山或者是十年银针 十年银针的话不在这里吧 哦 有十年的银针是吧 对对 十年银针 好 其实还有一个经典款 这个 这个很多人这个是跟棕茶 棕茶一起合 合作的 你看他有打了棕茶的一个标 老寿梅 老寿梅 对 银茶基本都是三年一样 散茶都是当年 当年收当年出的 这款是十年银针 十年的银针 对对对 像我们这种的话是属于它的经典款 排骨蛋 还有银针 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典款 像就是这一款的话它比较特殊它是小圆片的 小圆片 对对 去年二三年才新推的一个小圆片 不然的话基本都是以砖茶为 巧克力砖 冰茶之类的 我们现在喝的这一款的话是2011年的纯金山也是白牡丹 然后你看它的一个整睡程度是因为它干燥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就是 会 沉睡的而且这个是已经最后的一个 最后一泡了 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没事没事 它这个年份是有个猪骨粒香的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 坚果的香 坚果香 一般我们都会 静置就是第一泡的话要静置2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在出汤 对 因为白茶它是工艺比较特殊的 是自然尾雕的嘛 你要泡出它那个茶汁味的话是要焖一下的 这个汤的颜色已经变了 看到 好肯定有的呀 它里面还是有很多鸭的 对对 这好喝吗小小 好老啊 这告诉他老的时候他就永远记了这个词 你觉得跟家里的那个不一样 不一样 没有做白茶 云南 云南白茶 对云南白茶 茶跟福建白茶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对对 树种是不一样 然后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仓储是好 这个仓储基本都是属于那个 福建的仓储 福建的仓储 对对对 我们大沃基本是存福建放出的 这边会存入少部分的但是比较少 你不说要喝白茶 你觉得这个白茶好喝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直接说你这样 你觉得好喝就好喝 不好喝就不好喝 好喝 你喜欢喝白茶还是铺耳茶 都喜欢 都喜欢 像你们这个泰米菜的白茶它的最后的干燥是 5% 干燥度 5%干燥度 然后它的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烘焙 没有没有 没有烘焙 对对对 像绿血牙品品箱好像是在 全国市场做的比较大 北方做的比较大 北方 对北方市场做的比较大 这几年这个白茶的市场还是很火爆 对对 特别是北方那边 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就是 山东的一个业绩的话就是占了一大半 对 像绿血牙的话它山东 山东的一年的业绩等于整个探索上的一个业绩 我们做到了几千万的业绩 像你们 大部分的这个也是在北方比较好笑的吗 北方比较好笑 而且 今年的话基本是在西北方向比较好 做的比较好 西安那边山西那边做的比较好 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市场火爆 所以 也出现了很多这种 就是在工艺上做假 然后或者是年份上做假的 对对对 他们所谓的有很多的这种 新工艺 有些可能就是有些客人想追求老一点的白茶嘛 白茶有一句谚语是 一年茶三年要七年饱嘛 那可能人家就是想中了它的年份 想要七年以上的白茶 那么它会在工艺上做的那种颜色 会有点深就是 比如说七年以上的一个茶 茶叶它干茶上面是会显了一个 中和色的 但是有些会显到已经 深黑的那种 然后去谨慎去 去购买的那种 我在市场上有碰到过他们有一些 会轻轻的揉 或者是它这种 呃背火 就是它出来以后的 对那个颜色会比较深 看一下这个14年的金不患寿美 它原料是11年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个标准就是 三年才压成饼了 你看这11年的一个干茶转换 你看它颜色 你看表面上还是有点带点 绿的对 颜色的话是属于 棕色的 它不会说显得 很深的那种颜色 对然后给大家看 现场看一下 18年的那个 原料 它颜色还是偏浅 不会特别的深 对 因为我们这边的干燥度要求比较高 所以它转换就不会那么快 嗯 像你们最贵的茶大概要多少钱 最贵的 10年银针 10年银针 对 6800 6800 对 还不是一斤 它是一套的那种 一套 三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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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放手龙的有十几万的 几十万一斤的 对会有的 包括我们品牌 绿匙牙就是 我们老板名下的 一个高端产品绿匙牙 它的一个 它一个银针也是要几万 到 到十几万一斤的都有 哦 因为我们走的路线不一样 在门山走的是中端路线 然后就想要走的是到端路线 是同一个老板吗 同一个老板 今天主要是带着女儿出来市场喝茶 顺便 也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白茶了解不同的茶类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订阅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